奇文怪谈红尘世 道解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这一天 上午十点多 日头高照 向春丽还在出租屋的床上酣睡 她是个打工妹 每天累得要死 好不容易今天换休 才能睡个懒觉 终于睡足了 向春丽打着哈欠 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刚要掀被子下床 卫生间里突然传出哗的一声 那是马桶在冲水 向春丽煞时间变成了泥塑木雕 呆坐在原处一动也不敢动 这屋子 可是她一个人住的呀 哪来的声响 紧接着 卫生间的破木门支牙一声开了 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走了出来 这人服侍体面 体型修长 面目冷俊 戴着大墨镜 向春丽一把捂住了嘴巴 吓得瞪大了眼睛 浑身颤抖 墨镜难亮出一把草绿色把子的弹簧刀 一推按钮 趴地弹出了闪亮 锋利的刀片冲向春丽晃了晃 她随即又走到床前 拉过把椅子坐下 敲起二郎腿 点着根烟 说姑娘 有什么值钱的 全拿出来 向春丽这才晃过神来 手忙脚乱地套上了一户 把手机 钱包 几百元日用钱 银行卡 全搁到了床头柜上 嘴唇哆嗦着说 全在这里了 都被逆 我的银行卡里有几千块钱 密码是 她连密码也一股脑告诉了对方 对方没搭话茬 只是神秘莫测地沉默着 半傻 她说 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我这人爱听故事 爱打听别人的身世 如果你的故事能打动我 我可能会宽大为怀 放过你 如果你的故事没字没味 或者更严重的 胆敢对我撒谎硬是编个故事出来 向春丽听了 发了好一会儿的 太不可思议了 歹徒上门 要听故事 她小心翼翼地问 从什么时候开始讲 墨静男恶狠狠地说 从你记事起开始讲 向春丽无可奈何 只好清了清干涩的嗓子 开始讲起来 向春丽是个苦命人 从小就没了娘 举她父亲讲 她一岁多一点的时候 有一天 母亲用竹篓背着她回娘家 从娘家借了三千块钱 盖房子用 娘家村里正逢即逝 借了钱吃过饭后 母亲就背着她在集市上逛了圈 顺便买了些日用品 谁知道颇天大货平地起 等回到家才发掘 借来的钱被偷了 那时候 在那么穷困的地方 三千块钱是个天文数字了 母亲伤心欲绝 怎么想也想不开 就在几天后 跳井寻了短见 没妈的孩子向根草 母亲一死 向春丽可到了血梅 父亲开始酗酒 不干正事 他就向科业草 没人管没人问 初中没毕业 他就跟着村里的姐妹们进城打工 开始自食其力 向春丽平时不敢想这些伤心事 更别说亲口讲了 今天是被这坏蛋逼的 才不得不讲 结果讲着讲着 他背从中来 硬硬地哭泣起来 心想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这么命苦啊 我都倒霉 命苦到这田地了 还要遭人抢劫 墨镜难听完 伸头探脑地往床底下一瞅 弯腰拎出瓶白酒来 好奇地打听 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还喝酒 向春丽抹着泪 说 冬天天冷 我不舍得浇暖气费 没有暖气 晚上睡觉前就喝口酒 暖和暖和身子 这是平本地产的烈酒 有52度 酒还剩大半瓶子 墨镜难似乎对这大半瓶剩酒 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叫向春丽给他找了个干净杯子 随后把酒倒进杯中 美滋滋地自针自吟起来 大哥 这酒狠刺地向春丽捏入着 你拿着我的钱 去外面买瓶好酒喝吧 其实 向春丽是担心这家伙喝过酒后 借着酒劲 要对他使坏 谁知墨镜难镜喝出了滋味 他瞪了向春丽一眼 要他去做菜做饭 小厨房里 只有十几个鸡蛋 两把面条和一小捆踪 向春丽给他炒了盘鸡蛋 下了一大碗葱花面条 墨镜难一口酒 一口菜 一口面 吃得非常惬意 不久 酒瓶子见了底 他也鸣鼎打醉了 像跟面条一样瘫软在床上 呼呼打睡 向春丽心里默念着观音菩萨保佑 心中乐得犹如礼花绽放 他悄悄拿起手机 捏手捏脚出了门 撒鸭子就跑 边跑边拨打110电话报警 片刻后 警察们冲进屋内 这时 墨镜难仍沉醉未醒 在审讯室里 墨镜难慢慢地清醒过来 他垂头丧气地说道 妈的 老子走南闯北 从没掉过链子 谁知竟在在一个丫头骗子手上 负责审讯的警察听论 暗暗一笑 心里在说 这小子不打自招 看来是逮了条大鱼了 他把从墨镜难身上搜出的一张假身份证 网桌上一摔 说 你老实交代 你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籍贯在哪里 都干过些什么坏事 墨镜难似乎还没彻底清醒 他大大咧咧地嚷道 老子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老子就是董家辉 怎么样 审讯的警察一听 顿时大吃一惊 董家辉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江阳大道 通缉要犯 身背数条人命 二十多年来流窜南北 到抢奸天 可谓罪行累累 庆祝难输 上到公安部 各地公安机关 下到私人对他的悬赏金额 已突破了百万 其中某地一个私营老板的毒生子 被他打成了植物人 那老板一人就悬赏了一百万元 警察立刻警惕起来 一系列的核实工作迅速展开 董家辉因为做过整容手术 模样已经改变 但指纹比对以及DNA检验 都证实他就是那个恶贯满盈的夺命大道 就在董家辉被押进拘留所等待判决前 他突然身体不适 一检查 发现他已病入膏肓 时日无多 向春丽也为检举有功 获得了一笔高额的赏金 他获得奖金的那天 董家辉在抢救室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董家辉死前 将所有的罪行竹筒捣豆子 交代了个一清二楚 却唯独隐瞒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年 向春丽母亲丢的那三千块钱 是他偷的 原来一年多前 董家辉被检查出患有白血病 他指的住院治疗 高额的医疗费用 很快将他一生作恶宰下的积蓄消耗殆尽 住院期间 闲着没事 他生平第一次认真的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他惊愕地发现 自己这一生竟然连一件好事都没干过 除去作恶还是作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对死亡充满了恐惧 万一真的有地狱呢 像他这样造孽深重的人 要真下了地狱 等待他的将会是多么可怕的折磨呢 他不敢往下想 便决心死之前 一定要做一件好事 董家辉办理了出院手续 回到了故乡 也是他犯罪最先开始的地方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听说了向春丽的母亲 由于被偷三千块钱而跳井自杀 父亲从此酗酒度日 以至向春丽小小年纪就被迫被井离乡 董家辉想起来了 那是当年那个懵懂的自己在同伙怂恿下实施的第一次犯罪行为 得手后 他完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甚至忘记了当时的自己有没有为此而后怕过 然而此刻面对如此惨痛的后果 同时也是他不归路的开始 董家辉后悔 内疚 内心无味杂陈 痛哭了一场后 他千方百计找到了向春丽 开锁入屋 上演了那出听故事 喝醉酒 最后被抓的戏码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董家辉上网查过自己的身价 知道自己这条没几天活头的命 还能值不少钱 于是就决定将这条命送给向春丽 多多少少减轻一点自己的罪孽 安抚一下自己罪恶滔天的灵魂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甲刚是一家企业里的工会干部 虽然有满腹才华 可他不会逢迎八戒 狠不讨领导的喜欢 至今也没被提拔 这让他很郁闷 但他没想到 更郁闷的还在后头 这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 儿子小然忽然说道 爸 妈 我不想上学了 甲刚惊呆了 他妻子卢慧反应更强烈 瞪圆了眼睛大声问道 你说什么 小然重复着说 我不想上学了 小然今年上高二 明年就该考大学了 却突然提出不想上学了 也难怪卢慧反应这么强烈 听他又说了一遍 卢慧才确信自己没听错 激动地问道 为什么 小然说 我想学刺青去 卢慧大声说 不许去 小然说 我现在学了刺青 很快就能工作了 等我上了大学 还是要学刺青 白丹雾四五年 结果不是一样呢 卢慧怒喝道 我就不许你学那 乌七八糟的东西 小然不服气地说 那是一个制造美的工作 怎么就乌七八糟了 卢慧说 那也叫美呀 正经人才不似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小然就要反驳 眼看着母子俩就要吵起来 甲刚忙着对小然说道 别说了 你先回屋去吧 小然气哼哼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甲刚也把卢慧拉到他们的卧室 劝他先平静下来 搞清了事情的原委 才好对正下药 不然 吵翻了 小然来个离家出走 那就更不好管了 卢慧一想也是这么个礼 就让甲刚去调查清楚 甲刚又去跟小然说 这毕竟是大事 等他跟卢慧商量好了再决定 眼下还是先去上学 小然也答应了 几天以后 甲刚就把事情搞清楚了 小然一个同学的哥哥 开了一家次清店 小然跟同学去玩了一次 然后就迷上了次清 每天放学都要去学一会儿呢 听他讲完了 卢慧问他 你说该怎么办呢 甲刚说 他既然喜欢 那就让他学去吧 他说的也对 就是上了大学 他还是要去学 那时候他也大了 咱也管不了他了 不白耽误好几年的功夫吗 卢慧觉得 甲刚说的也不道理 小然不喜欢上学了 你逼着他去学 他未必会考上大学 弄不好再出点别的事 更麻烦 但儿子半途辍学 连大学都没去考 也让他太没面子了 他一时难以决断 甲刚又劝了他好几天 他这才认了命 点头同意了 甲刚给小然办了修学手续 小然就到次清店去当了学徒 次清店晚上火多 小然上午休息 下午和晚上才去上班 这天晚上 甲刚来到了次清店 当时店里也没客人 小老板承岳正教小然手艺 见甲刚进门 他就问有什么事 小然忙着跟他说是他吧 承岳就说 叔 你是来看小然的吧 他心灵手巧 学得可快呢 我把手艺交给他 过不了两年 他就能自己开店赚钱了 甲刚摆摆手说 我的儿子 我了解 他认准的事 一准会尽心竭力地学好 我不是来看他的 我是来找你的 承岳师傅 你也收下我吧 我也想学这门手艺 承岳和小然都恶然 小然笑道 爸 你就别捣乱了 这行吃的是青春饭 人家客人一进门 看到你这岁数的师傅 转身就走 哪还有生意可做 承岳跟着说道 对呀 叔 我们这里都用流行元素 你也不懂啊 根本设计不出来 没客人会找你的 好说歹说 承岳就是不肯收甲刚为图 甲刚也堵上了气 在胳膊上粘了两块 很丑的刺青图案 就在刺青店门口晃 搞得很多客人 一看就给吓跑了 承岳出来劝他 他把脖子一梗 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在街上呢 爱干啥干啥 你管的这不 承岳被噎得直翻白眼 最后实在没办法 只得答应收他为图 甲刚就喜气洋洋地 给承岳当上了徒弟 从此以后 每天一下班 甲刚就跑到刺青店里 跟着承岳学手艺 直到关门才回家 周六周日休息了 他更是整天都黏在刺青店里 认真的学习 小然一直以为 甲刚学刺青是假 监督他才是真的 可他不怕 他就是来学刺青 也不干啥坏事 才不怕他监督呢 过了一个多月 他发现甲刚还真是学刺青的 似乎比他还有兴趣 简直就是热情高涨 甲刚进步也很快 有天下午 甲刚没来 刺青店里只有 承岳和小然两个人 承岳说道 小然 你把比你学得快呢 小然说 怎么可能 承岳说 真的 我不蒙你 我看得出来 他功夫很扎实 也用心学 好像还挺有感觉 再过各把月 他就能把你落下一大截了 小然不服气 偷偷观察着 晚上又来了一位客人 是个美女 要在肩膀上刺青 承岳问他想刺个什么图案 美女说 好看就行 承岳转脸对甲刚和小然说 你们个去设计一个吧 完了让美女选 现在刺青并不是 人们想象的那样 想出了什么图案 就用针在身上字 而是在电脑上设计出图案后 由机器来字 所以说 设计图案就很关键了 特别是客人没有明确一项 只说要好看的 就更难办了 很快 小然和甲刚就设计出了图案 小然设计的是一只灵动的蝴蝶 而甲刚设计的却是一只胖乎乎的肉虫子 承岳看了 为之可否 叫过美女来看 美女看了蝴蝶 没说话 一看那条肉虫子 就高兴地说 我要这个 小然败给了老爸 很不服气 他问美女 你怎么会喜欢那条肉虫子啊 蝴蝶翩翩飞舞 多美啊 美女瞄了他一眼 反问道 我这么胖 肥得起来吗 这只虫子蠢萌蠢萌的 这么可爱 道哥我有几分像呢 我就刺他了 美女选择刺条肉虎虎的虫子 真让小然大跌眼镜 事后 承岳给甲刚发了二百块钱奖金 他说他原本也是想给美女刺只蝴蝶的 但没想到甲刚会设计出一条虫子来 更没想到美女会选择那条虫子 他问甲刚怎么产生了这个灵感 甲刚说他看到美女有些胖 脑子里灵光一闪 就想到了这条虫子 小然愤愤不平地想 灵光一闪 我看你能闪几回 过了几天 店里来了个小伙子 让承岳在他胳膊上刺个威猛的动物 承岳给他设计了几个方案 狮子 老虎 龙 蛇 够凶猛的 他都想到了 可小伙子看了都摇摇头说不好 小然也捋胳膊挽袖子 上场设计 他想到的就是那几位美国英雄 超人 蜘蛛侠 美国队长 钢铁侠 可小伙子还是说不好 成月没办法了 只好给甲刚打电话 看他能不能早点到店里来 甲刚请了假 直奔店里 小伙子又说了他的想法 甲刚上上下下打量了小伙子一番 说道 你比较瘦 胳膊也系 在凶猛的动物闻到你胳膊上 都显得很瘦小了 瘦小的动物怎么会微猛呢 你倒不如改变一下思路 小伙子点点头 说道 你说说 怎么变呢 甲刚说 不如闻把刀吧 三个人一口同声地问道 刀 甲刚会声会色地说道 我说的这把刀 那可不是普通的刀 而是关公使的那把青龙掩月刀 青龙掩月刀高啊 正好可以从你的手臂闻到手外 上围刀面 下围刀杆 刀背向里 刀刃向外 你一台胳膊 那刀就像被人举起来往下劈呢 说不出来的威风 再有 关公代表着忠厚仗义 你把他当偶像 也更容易结交朋友 小伙子说 你给我设计个效果图看看 甲刚坐到电脑前 忙碌了一阵子 效果图就出来了 小伙子凑过去看了看 兴奋地说道 就是他了 小然和成月凑过去看着 只见那把青龙掩月刀背 甲刚设计到一条胳膊上 正跟他设想的一样 显着那么威风 还不让人反感 给小伙子做完了死刑 小伙子站到镜子前仔仔细细看了几遍 高兴地说 师父 你给我设计这个 比我想的好多了 你不愧是专业的呀 他转脸对小然和成月说道 你们也跟师父多学着点 别一来人就喊师父 这么大了 也该把门面撑起来了 三个人面面相许 一时哭笑不得 小伙子付完钱走了 成月把钱塞进甲刚手里 诚心诚意地说道 甲叔 你真是深藏不露啊 你还当什么土地啊 干脆给我当师父吧 快 把刚才的诀窍交给我 要不是你及时过来 这笔生意就丢了 甲刚把钱推回给他 笑笑说 那我就简单地说两句 刺青虽然是一个边缘行业 但总的来说 应该也算是绘画的一种 它是把图案刺到人的皮肤上 这就跟壁画更贴近了 壁画的创作 讲究画随景意 咱们平时出去旅游的时候 看到有的山壁上画着很美的壁画 这壁画那就得根据周围的山式 景色和岩石的质地 颜色来构图 并且充分利用岩石的凸起和凹陷 这样做出来的话 会更有立体感 人的皮肤 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 也是有变化的 背部就比较平缓细腻 适合做大幅静态美图 肩膀处有活动 但面积小 可以做适中的图案 胳膊上晒得比较黑 那就得简洁突出 不能太繁复 人不同 皮肤不同 还要根据人物的个性来选择图案 贾刚说得头头是道 小燃和程月已听得如痴如醉 贾刚忽然打住了话头 看了看表 说道 哎呀 天不早了 咱该回去了 程月忙着说道 贾叔 明天你再给我讲讲吧 贾刚点点头 说没问题 他和小燃换好衣服出了门 小燃已对他佩服的五体投递了 十分艳羡地说 爸 你懂得可真多 贾刚从鼻孔里冷哼了一声 说道 我也就是现学县卖的了 在深奥的 我也不懂了 小燃一愣 谁给你讲的 贾刚说 美术理论课上老是讲的呀 小燃低头不语 第二天早上 小燃对贾刚和卢慧说 我想上学去了 卢慧一愣 你咋想通了 小燃淡淡地说 程月哥教了我好几个月 可他只能教给我怎么画图 我爸上了几个月的美术班 回来一讲 我就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了 我忽然明白了 跟着程月哥学 我顶多也就学成一个刺青家 可上了大学跟着老师学 我没准会学成一个美术家 那时候再搞刺青 就会刺出更美的图案了 卢慧虽然不想让小燃大学毕业以后还干刺青 但他现在肯去上学 那已经去了他一块心病 他忙着应下来 小燃上学去了 贾刚却不上班了 他交了辞职信 在商业街上租了一间店面 专门搞起了刺青 他现在再也不想那些烦心的事了 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设计美妙的图案 很轻松 脸上也有了笑模样 每天晚上回家都给卢慧讲讲遇到好笑的事 卢慧原来很生气 现在看他心情好了 也跟着高兴起来 他到刺青店去看过 那些大姑娘小伙子的 对贾刚还挺信任 贾刚给他们设计出图案 他们看着满意了 再刺到身上 卢慧看着 心里也有些痒痒 有一天 他就问贾刚 他适合刺个啥样的图案 贾刚给他设计了一个蓝妹妹 刺到了他的胳膊上 晚上 小燃看到了 惊叫着说 好美的刺青啊 卢慧心里也美美的 贾刚暗暗地笑了 他已经打下了伏笔 若是几年后 小燃真是选择做刺青这个行业 卢慧该不会太反对了 他现在也才明白 选择了自己的喜爱 才会轻松快乐 他已经享受到这份快乐了 也想让儿子享受到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 奇文怪谈红尘事 道尽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老王是个有钱人 平时爱买点古董 这天 他从一个姓曹的家里 买下一条明朝时候的玉带 看着玉带 他突发奇想 每样古董背后都有故事 这条玉带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于是 老王在论坛上发了一个帖子 请博学多才的网友们 说说这玉带的来历 不久 一个自称小秀才的便回话了 小散发 元朝末年 君州有个叫曹昂的人 投身在农民起义军陈有亮的会下 立功无数 可曹昂爱耍小聪明 渐渐把同僚都得罪光了 更要命的是 陈有亮也对他猜忌起来 这一年 曹昂奉命镇守江陵 与朱元璋的军队熬战 双方相持了三个月 也没奋出胜负 眼见得军粮高庆 朱元璋正准备退军的时候 从武昌传来消息 陈有亮将曹昂的气全杀了 朱元璋暗息 老天帮忙 这下江陵唾手可得了 那只曹昂听到消息 竟大意凛然 不为所动 还是坚守着城池 朱元璋无奈 值得退兵 将陵城转为为安 这时候 曹昂才命人代理自己的职务 自己独身一人归野山野 朱元璋觉得曹昂这人异己 便派人把他招进了自己的队伍 其实呀 曹昂早有了归降朱元璋的意思 但是刚开始动作 就被陈有亮发掘了 一怒之下 陈有亮便杀了曹昂全家 这事摊在一般人身上 早就乱了方寸 可曹昂不一样 他想 如果此时我归降朱元璋 那就是丧家狗 朱元璋岂会看得上我 于是他就故作英雄乞丐 死守将领 果然 朱元璋上当了 转眼数年过去 朱元璋打败了陈有亮 他从俘虏口中得知了 曹昂当年的小算盘 顿时暴跳如雷 可人是自己找来的 总不能随随便便把他杀了吧 朱元璋眼珠子一转 想了一计 他把陈有亮的一对年 仅是来岁的儿女 抬到了曹昂营中 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好 陈有亮不是和你曹昂有仇吗 那我就把他的儿女交给你 你若是杀了他们 你就是残暴不仁 我就杀你 你不杀他们 你就是心怀救主 对我不忠 我照样可以把你给杀了 这条计谋可谓十分毒辣 哪知曹昂见招拆招 他把那对小孩带到朱元璋的营外 此时战斗结束没多久 营外到处都是俘虏 曹昂往地上一跪 朗生说道 大帅 作孽的人是陈有亮 他已经得到了报应 他的儿女有什么罪呢 曹昂貌似请求大帅释放这对小孩 这话看似是跟朱元璋说 其实却是说给俘虏们听的 如果朱元璋不放过陈有亮的儿女 那这些跟随陈有亮的俘虏怎能安心 朱元璋在营内听了这话 恨得只咬牙 好你个草昂 老子又被你耍了 不过他知道顾全大局 便释放了陈有亮的儿女和被俘的官兵 湖北百姓见朱元璋如此仁义 都死心塌地地归顺了 这样一来 朱元璋不仅没理由杀曹昂 而且还得奖赏他 朱元璋只得压住怒火 假惺惺地将自己的玉带赏给了曹昂 老王看到这里 对曹昂的为人并不待见 但他那句作孽的是陈有亮 他儿女又有什么罪 却让老王有所触动 老王的父亲死得早 母亲带着他改嫁 可继父常常虐待他 老王对继父恨之入骨 所以从不理会他同母义父的弟弟 前些日子 他弟弟出了交通事故 断了双腿 生活无证 老王觉得虐待他的是继父 跟弟弟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他立刻安排 给弟弟打了十万块钱过去 接着老王继续看了下去 杀不了曹昂投奔朱元璋后 血了险 第一胎便生了个儿子 取名曹雀 也为前面的儿女死的冤枉 所以曹昂特别疼爱曹雀 无论什么事 他总是帮着遮掩 那一年曹昂奉命坐镇陕西 突然有一天 曹雀匆匆忙忙从京城跑来找曹昂 原来曹雀尔在京城打死了人 正被衙门通缉 曹昂知道后 急忙把儿子留在了军营 不巧 官府很快得到了消息 便来要人 曹昂心想 这下完了 不但儿子性命难保 连自己也免不了包庇的罪责 他灵机一动 便亲手把曹雀尔关进囚车 然后自己裸背绑经条 手上拿着裸 走一步敲一步 子不孝复制过 各位乡亲父老 我曹昂轿子无方 今日只能大意灭尽 将这不孝子送入法场 请大家轿子一言 千万别学我呀 就这样 一路走一路敲 从陕西到了南京 朱元璋刚听说这事 还暗暗心心 哼 曹昂了曹昂 这一回看你怎么躲得过去 可曹昂刚已进京 沿途的官吏 地方上的香绳纷纷上书 说是曹昂这一路 做了反面教材 现在天下刚刚平定 就应该从正反两面来宣传 伦理刚长 曹雀尔该死 可曹昂大意灭尽 符合朝廷教话 应该免死 朱元璋听了这话 知道这次又杀不了曹昂了 不过还是要训训的 于是朱元璋就对曹昂说 轿子和穿衣服一样 得用腰带扎紧 要不然 衣服怎能不随风飘荡 身体怎能不挨动受凉 震刺你腰带一条 望你日后吸取教训 现在老王收藏的这条玉带 就是这么来的 老王看到这里 若有所思 他给老婆打去电话 你是不是又在打麻将 你知不知道儿子又逃学了 你马上去找他 晚上回去我要好好跟他聊聊 放下电话 老王又看了下去 假领子 明朝建国后 给功臣都颁发了单书铁券 为慎重起见 曹昂把单书铁券 镶在朱元璋遇刺的腰带上 随身佩戴 一方不测 后来 曹昂因事被写了职 傅贤在家 没有了俸禄 家境窘迫 有一次 曹昂得知朝廷 马上就要修建梅河石桥 而建造官员 正是自己的老部下王大志 曹昂便动起了歪脑筋 想从中捞一把 然而 王大志是有名的清官 怎样才能拿下他呢 这时 曹昂听到一个奇闻 海外有一种王婆鸟 每当长朝时 王婆鸟就扎进朝头 寻觅一种深海里的水澡来筑朝 有人取了一个鸟巢来研究 竟发现 王婆鸟的鸟巢 有治疗暗窗独居的奇象 曹昂知道 王大志从小脖子后面掌了个毒窗 经常流浓血 如果有了这鸟巢 做个假领子 不就能治毒窗了吗 于是 他高价购入鸟巢 做成假领子 送给了王大志 王大志不知这假领子的珍贵 只当是一般物件收下了 不久 曹昂便来请求承包石桥工程 王大志这才知道假领子的价值 俗话说 吃人嘴软拿着手段 他不得已将石桥工程包给了曹昂 曹昂中饱私囊 哪管工程质量 石桥竣工没多久就坍塌了 死了六个过桥的农夫 御史台一调查 这是腐败工程 便集体弹劾王大志 王大志有苦难言 因就自尽了 朱元璋了解情况后大发雷霆 要把曹昂斩首示众 曹昂又耍起小聪明 他解开外衣 露出玉带 说 陛下 您曾赐臣单书铁券 臣感恩不尽 君无戏言 您怎可为这么一件事杀了臣 朱元璋冷冷地说 朕今日让你死个明白 虽然前两次你耍了朕 但百姓没有受到直接伤害 朕明知受骗也会原谅你 可这一次 那六个农夫的死 你可以用丹书铁券免责 但也为你的行贿 让一位清官良利变成贪官污吏 国法被玷污 百姓受其害 你就罪不容诛 就这样 曹昂被斩首了 至于他身上的玉带 是如何流落到民间的 那就不得而知了 老王看到这里 吓出一身冷汗 原来曹昂是因为 行贿被杀的头 是啊 受贿的罪该万死 可仔细想来 行贿的往往更奸诈 献人欲不义 献人欲不耻 这种人难道不该杀吗 想到这 老王让秘书告知公关部 以后不要再向人赠送古董了 原来 老王买古董不是爱好 只是想靠他们变相行贿 打通关节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 对号齐文怪谈红尘事 道计善恶与是非 感谢您来听我讲故事 闲言少叙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 宋朝时 龙兴县有一个穷苦人家的男丁 叫吴子后 他长大后 成了县上正乡绅家的放牛娃 每天所做的事就是放牛 一天 天上下起大雨 吴子后赶着两头大黄牛往山下走 不知怎的滚到了一个斜坡里 就迷了方位 吴子后只好顺着山势往下走 好在两头大黄牛还跟着的 过了一会 吴子后见前面有一个院子里亮着油灯 就敲门响进去躲雨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长得很漂亮 吴子后说明来意 妇人就热情地招呼她进门 并帮她将牛迁到自家一个驴棚里 当时吴子后一身是泥巴 妇人烧了热水让她洗澡 还拿了一套干净男装让她换上 吴子后穿戴整齐出来 妇人望着她感叹道 真好 我相公生前是个大善人 他若在时 也会把衣服送给你的 你就穿着吧 妇人说完又为吴子后端来米粥和小菜 两人交谈中 吴子后才知道妇人叫屎香梅 已经手挂一年多了 平时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当天晚上 妇人将吴子后安排在一个放杂物的小房间内 不过房间的床铺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睡起来很舒服 然而半夜的时候 吴子后却被一个香艳的春梦惊醒 原来 吴子后虽然有一个老实善良的爹 却有一个风流彪悍的娘 自从她记事起 爹和娘就老是吵架 后来吴子后的爹死了 他娘姚氏没了管束 又没收入来源 就开始周旋在不同男人之间 是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 吴子后名字在好听 也该辜负他爹的厚望 果不其然 长大后的吴子后虽然看着老实 但他心里仇恨女人 越是漂亮的女人 他越恨 就像他心里恨他娘姚氏一样 不过姚氏前些年就得病死了 此时此刻 吴子后做了春梦起来 又把仇恨的意想嫁接到了寡妇史香梅身上 没错 就是刚刚还热情的让他留宿的史香梅 吴子后心想 那妇人对人如此热情 又没了丈夫 早晚要沦落到跟他娘姚氏一样 不如自己进水楼台先得月 吴子后想着 一咕噜爬起来 就去撬隔壁卧房的门 此时史香梅正插着门熟睡 等他听到动静从床上坐起来 就见吴子后穿着他丈夫的衣服进了卧房 史香梅下的喊道 大兄弟 你半夜进来 是不是冷了 我给你拿床被子 谁知吴子后一把将他按道 嘴里宁笑道 不急 大姐 你先让我上床暖暖 吴子后说着 就要开始欺负史香梅 史香梅下的哇哇大叫 但他家所在的地方偏地 此刻他就是叫破喉咙 可能也没人听得见 关键时刻 只听猫的一声 有远及近 一头大黄牛猛然冲进卧房 将吴子后一头顶到床里侧的墙上 史香梅趁机滚下床 陶也似的跑进了另一个卧房 那大黄牛顶了一次不解恨 又使劲顶了吴子后第二次 吴子后只感觉自己腰骨都要断了 慌忙喊道 大黄 大黄 我跟你无怨无仇 你不要顶我 原来 这黄牛是吴子后放养的两头大黄牛中的一头 而且是一头母牛 母牛听了吴子后的话 摸了一声 接着摇身一变 竟变成一个身穿青不裙 长相清秀的少父 吴子后见了少父 劝妈呀一声 惊叫道 你 你不是早就死了吗 少父眯着眼摇摇头 对吴子后讽刺道 你都没死我怎么能死 我死了投胎也得找你 这笔账不能就这么算了 少父说着 上前一把扯开吴子后的衣服 那少父因为投胎成大黄牛的原因 力气极大 吴子后的挣扎则向小鸡伯老鹰 最后他乖乖受刑 失了身 事后少父叹息着朝吴子后说道 你知道吗 我当年那么恨你 后来投胎成牛 也想在哪一天顶死你 谁知道你对牛还不错 我也是被你从小养到的 才没有忍心杀害你 你今天怎么能又一次受刑大发 玷污无辜妇人呢 原来 这少父不是别人 正是吴子后家附近一个卖瓜老汉的女儿 叫白玉婷 当年只有十五岁的吴子后 已经壮着胆子将白玉婷欺负了 后来白玉婷也为长相漂亮 嫁给一个辅书生 但书生的家人 却因为他新婚也没有落红 闹着让书生休了他 白玉婷回到娘家后 休愤难当 当天晚上就壮住而亡 吴子后听完少父的话 略带愧疚地说道 我说呢 你怎么说死就死 小的时候你对我还挺好的 经常给我磨吃 白玉婷听了 一巴掌拍到吴子后头上 怒道 你还记得这些 天下就没有你这么不要良心的人 你娘为了你吃了多少苦 但凡她有一点活路 能去做暗门子 她正是怕有了正儿八经的后爹 你会受欺负 才撕破脸皮要当母夜叉 变着法子挣钱养你 白玉婷说着 住了嘴 不愿意再多说了 吴子后却陷入了沉思 据说后来 吴子后正了几年前 就将白玉婷投胎的大黄牛买了下来 从此一人一牛相伴了很久 本故事为民间故事 旨在劝人向善明辩是非 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